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吓死我了 干什么呀 没什么 这还没什么呢 当你突然醒来的时候 你突然看见一张脸 离你不到十厘米 这还没什么呀 我就是奇怪 大中午的 你怎么在咖啡吧睡人觉了 大厅广众之下 怎么能睡得着啊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那我还奇怪呢 你看像你徐露露这个人 不化好妆 是绝对不会出卧室的 怎么今天也会在这 大厅广众之下化妆呢 你能不能不谈论这个话题 我觉得 咱们不需要去躲避这个问题 而是要面对它 你敢跟我一起正视这个问题吗 好吧 那让我们共同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冷若冰 洁癖 莫名其妙 歇斯底里 其实 我一回到家 我就感觉太痛苦了 你说弱冰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咱们 他凭什么这么对待咱们 他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咱们呢 爱情 爱情 你说弱冰谈恋爱了 这不可能 我是说 因为他永远谈不了恋爱 好消息 好消息 弱冰去参加比会了 不在家 真的 嘿 嘿 哎呀 呵 嘿 弱冰男朋友的事 别提了 我一直认为弱冰不算是个美女 但我没想到她这么困难 我把她的照片 给我那哥几个一看 我把她的情况这么一说 是不是都摇头 哎呀 我跟我那几个朋友一说 他们也这反应 摇头就算好的了 差点跟我绝交 他说我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哎 不过还有第二个好消息 弱冰要出远门 不对 弱冰的男朋友了 不对 嘿嘿 哎 哎 你还记得电视里那个红娘节目吗 你是说 电视里那个红娘TV show 啊啊 嘿 打反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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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盖 哎 哎 哎 还是看不见 哎 这样能看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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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干嘛呀 这是我的位子 瞎起什么呀 什么谁的位子 我跟你说 今天这事要搞砸了 咱们都得走人 知道吗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让咱们静静地等待 他的出现 哎 哎 离播出还有五十八秒 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四十八秒 看好自己的位子啊 三十八秒 数快了 哈哈 四十秒 我们还往回数啊 三十六秒 你俩干嘛呢 跟发射火箭似的 哎 你还真说对啊 我们就是要把弱冰 这枚火箭发射出去 嗯 至于落在哪个星星上 我们就管不着了 嘿 只要不是围着我们转就行了 万一发射到卫星上怎么办 哎 说什么呢 撤到卫星上了 快看吧 不开始了 不行我有点紧张 我得吃药啊 哎呀 又不是看你 瞎紧张什么呀 这 要不咱晃个台吧 安哥 你不会是怕弱冰架不出去吧 我是怕他架出去 啊 我 我 我是怕我架不出去 啊 不是 不是 你说这这电视红娘这事弱冰不知道吧 万一他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我是这意思 什么烂七八糟的 等着瞧吧 等他成了烫手的山芋 找到了爱情 感谢咱们还来不及 就是 哎 你看 开始了 大家好 最最期待的红娘DV秀 最最心动的靓女冷若冰隆重登场 好 我生活在一个书香的家庭 从小就深受父母的影响 现在的我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遨游在文学的殿堂 初书的成功经历 让我明白女人的美丽是由内而外的 好 好 这回可真破了世界纪录啊 这么多来信啊 你看看 上海的 武汉的 这还有新疆的 唐山的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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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冷若冰小姐邦起啊 这回我可相信电视的威力了 我们那网站老总还说呢 我们十年要用网络代替传统的媒体电视开玩笑 什么了不起 就是 我觉得网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我觉得咱们对弱冰的行情估计有差异 你别忘了 那可是我的魅力 特别啊 来了 这信都是你的 整个一大江南北大串联啊 呸呸 谢谢啊 大军 我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个 啊 你是说那房租那事吧 你知道我这两天的手头啊 有点紧 没关系 反正咱们都住在一块 哪天再说吧 拜拜 爱情真伟大呀 大功告成 不过好像还缺少点什么 哦 就是女人在征服男人时的最最关键的笑容 笑容 哎呦 不及格啊 我说的笑容是要有内涵的 比如说玛丽联盟路 你知道吧 她那是充满性感的笑容 还有就像吴小丽那样的 是充满智慧型的笑容 还有就是像 像 其实就是我那种甜腻的笑容 让人一看就感觉好像吃了蜜糖一样的 这些对于你来说太困难了 你也就是扫王般的水平 这样吧 换个简单的 菊萍姐姐你知道吗 就学她亲切的笑容 亲切 不对 哎 就像你看见居委会大妈一样 有点意思 走吧 走 亲切啊 哎 来 露露 昨天晚上你跟若冰 怎么样 还行 那个人啊 个子不矮 模样长得也还可以 关键是人特热情 特能说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若冰差不多了 若冰 起得这么早啊 来 坐 哎 若冰 昨天晚上怎么样 听露露说 对方那人还挺热情 还挺不错的啊 错不错 你得问徐露露 问我 那个人喜欢的可是你啊 喜欢我 我看他喜欢的是你吧 嗯 他怎么会喜欢我呢 他的信都是给你写的 而且约的人也是你啊 那他不是通过电视看的梦中情人吗 那个形象应该是你才对吧 再这么说了 昨天晚上 你们两个人聊的 不是挺热乎的吗 也挺脱油的呀 我倒是想不说了 那你就大大做那什么都不说 全靠我在那撑场子了 嘿 我倒是想说话了 我能插得上嘴吗 他这也是 你想啊 人家是经理一级的 满脑子都是什么股票啊 生意经的 你跟人谈那个唐师送死 人家也不懂啊 所以我说嘛 你们两个才有共同一言呢 哎呀 这叫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这是很普通的社交手段嘛 所以 露露做的没错 错 我当然认为 徐露露同志没错了 错的就是 我不应该让他跟我一起去 哈哈哈 那个人啊 白送给我我都不要 哎 露露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嗯 你可别忘了咱们俩的目标是 爱情 哼 哼 就是嘛 自己要想找爱情 就多主动点嘛 干嘛非得拉上别人给你当幌子 哈哈哈 罗宾 你的意思是说 我抢了你的风头 我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 哎 怪只怪我 天生丽质 男子气 可话又说回来了 要不是你硬拉着让我去 我还不乐意去呢 哎哎 哎 若鸣 若鸣 消消气 消气 今天晚上六点 拉拉西餐厅 你陪我去 啊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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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不要抢了 你 你们这把吗 你都抢了 你看你 我现在停下来 可以和你聊天了吧 其实啊 我这运动只不会是一种形式 谁看不出来我是标准身材 行了 别美了 赶紧喝杯果汁 保证你喝完了之后 这皮肤它是百里透红啊 百里透红 那又成水蜜桃了 你稍打算 老实交代 最近都干嘛去了 是不是谈恋爱了 照你这意思 那人影看不见就是谈恋爱 那葛亚军 若冰谈恋爱去了 对啊 他们俩真的是去相亲了 不是 你别瞎说啊 你让若冰听着他该不高兴了 他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在那儿他才不高兴呢 你说大家都认识了 聊聊天 说说笑话 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非识我 非识我目的不纯 那我就不去了呗 他就高兴了呗 你说他们也是 干嘛非得出去呢 在家不一样吗 这你就不懂了 这种事情啊 一定要搞得隆重一些 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那可是 带军 怎么样 又吹了 搞定了 真的 带军 快 快 收拾 收拾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哎呀 搞定了 这回是绝对搞定了 我跟你说啊 双方不仅非常的满意 而且 我 奔着对若冰的关心 全方面的了解了那个男人 在生活上各个细节上的习性和爱好 进行了立体化的询问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双方都非常满意呢 哎 你能知道 那个男的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呀 哎呦哎 今天我算见识到了 什么是以文会友啊 快说说 他们怎么拽那些跟我酸的文字的 不成了事 你知道吗 就是若冰特别喜欢的那句 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没错 就是这句 你知道那男的怎么回来了吗 文学给了你智慧的光辉 我却从中看到了爱情 听听 连爱情都看到了 你说这相亲还能不成功 这有点太过了吧 多亏我今天没去 我要去了非痛点不可 你什么意思 若冰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俩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多了 我比不上 没错你 我问葛亚军 啊 我 你 啊 脸板着 腰直着 眼瞪着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你问着 姓名 年龄 身高 学历 体重 籍惯 嗜好 你就差问人家明天早上吃什么了你 哎 这个我也问了 你说这饮食习惯的必须得了解清楚 是不是 我看你这是捣乱吧你 我怎么这是捣乱呢 这 你不是一直担心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吗 啊 今天出门之前你还盯着我说 哎呀 你一定要做好我的保镖啊 保证我的安全 这都是你说的呀 那业务不是让你都给挡了架呀 你是不是不愿意让若冰嫁出去啊 我不愿意 我还巴不得呢 我 我 葛亚冰 你 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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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国好好的 哎 哎伯娘 怎么样 若冰睡了吗 他怎么还不睡啊 我得要困死 卧冰在三个小时之前 已经不哭了 但是他现在正在对全家 进行大规模的扫除 据我看 客厅现在已经是一尘不染了 但他现在在厨房 看吧 这厨房以后呢 肯定就是卫生间 没有一个钟头是完不了事的 一个钟头也就是把浴缸给弄完了 还有玻璃呢 你说他这大晚上擦什么玻璃啊 我不管了 我要回去了 压局你不是说吗 房钱咱们都付过了 凭什么咱不能回去 我回去 行行行行 再待会吧 稍微待一会 说实话 我可不愿意回去劳动改造 好 这弱冰这脸要拉下来 比电视剧里那包还吓人 还不都是你弄杂的 要不然 我再找那个男的解释解释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坏的意思 只不过就是对弱冰的 关注稍微过分了一点呗 弱冰说的没错 你啊 就是专门去捣乱的 你不能这么说 你就是现在解释你也解释不清楚 你再说了 你现在上哪找那个人家 你都不知道 我倒是有个主意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如果的话 假如弱冰不是很渴望谈恋爱吗 咱们干脆就叫一个人去主动地追求他 这主意不错 那人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小遥 可阿俊你开什么玩笑 小遥 我又不是看不出来 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弱冰吗 不喜欢 喜欢 不喜欢 喜欢 不喜欢 喜欢 你看承认了吧 小遥 算了 都是哥们儿 甭装了 我跟露露一定会支持你的 首先 我们会提前脱离苦海 第二 你还可以实现你自己的幸福啊 对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那我万一要是失败了 没关系 我们不会怪你的 宝贝 可以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懂 这个男人天生的这个肌肉比女人僵硬 所以只有练瑜伽才能这个 明白了吧 行 你就谢了吧 你直接告诉我你打坐得了 打坐还能平静你复杂的内心 谁复杂呀 嘿嘿嘿 反正不是我 肯定是那个等别人等了一晚这样都没等到的那个人复杂咯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练催眠术呢 是吗 现在几点了 十点四十一分三十八秒 我跟你说 都这么晚了 若冰怎么还不回来呢 大做呢 等若冰了吧 就干脆承认你喜欢弱冰不就得了 我告诉你 我这是为了完成你和露露交给我的任务 你要是再这么说 我就不追弱冰了 这怎么了 感冒了 怎么了 我今天在马路上站了整整一天 你说我能不感冒吗 交通血管 弱冰 我跟你说 你要是缺钱花的话 你跟我们说 我们绝对会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你站在马路上不合适 太辛苦了 是不是 弱冰 正好我们健身中心缺一个前台小姐 要不然我给你说说吧 不用 我告诉你们俩一件事 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的白马王子了 白马王子 而且细节我都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身高一米八二 体重六十公斤 是一个威武的刑警 而且还是白羊座 欧行学 他也跟我说 他一见到我 就很喜欢我 并且对我发誓 说 一辈子都对我好 我看你是爱情故事看多了 或者是电视剧看多了 要不就是发烧发糊涂了 根本就不是 我清楚的记得我们两个是在十字路口相遇的 十字路口 那全是几千个十字路口 那你就这么等啊 缘分 我有预感 我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白马王子 我明白了 若冰 原来你今天一整天都在十字路口 等着你的白马王子 是不是 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吗 我一定要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爱情 别啊起来 若冰 我一定支持 若冰 给我找点药 药 祝你成功 小杨 继续打坐 摇头就算好的了 差点跟我绝交 说我往他们把那个 说我往上 不是 那就 还记得电视里的红娘节目吗 你真是什么 干嘛非得拉上别人给你当话 是吧 别买了 赶紧喝杯葛芝 葛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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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们也是 非得到外边去 在家里不一样吗 是不是 我看你这是捣乱吧你 我怎么会是捣乱呢 这可是你出门时候 远在天边尽在 我这是为了完成你和露露交给我的任务 告诉你 你要是自己干嘛 你 我 你刚才不就这么说的吗 是吧 啊 我是 是在十字路口相遇的 十字路口 啊 那全是好几千个十字路口 你 你和谁 约在老地方 一路上快乐相放 在云彩的下面 在云彩的下面 谁都看得见 你那双真诚的眼 抬起它一片美丽的甜 你的心 激动如鲜 你的心激动如鲜 你的心激动如鲜 在记忆的里面 朋友的相片 那么多微笑的脸 那是个晴天 那是个晴天 还是个雨天 等你们来到我身边 曾经的哀怨 曾经的哀怨 泪流的满面 就这样 就这样 烟消云散 寂寞的晴天 热闹的雨天 热闹的雨天 那是个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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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晴天